小嘴巴 大世界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帶給你 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逢星期而頭這個小時都會有小嘴巴大世界這個環節的歷史文化學堂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播出著不同的中學同學 他們就著歷史課題製作的廣播劇 不知道來到這個星期究竟是哪一間中學的同學 和他們又會做些什麼的歷史主題呢 不如我們先聽了個劇 稍後回來就會請出我們的點評嘉賓 同同學和老師一起現身說法 小嘴巴 大世界歷史文化學堂 參賽學校 香港陪到中學 作品名稱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大家好 我們今天想說的故事是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故事是這樣的 話說有一天 真的好悶啊 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啦 天下這麼大 鄭又剛剛登基 為什麼不趁此宣揚我國的國威呢 我國的航海技術這麼好 不如就下西洋啦 順便選幾個美女和奇珍二寶回來給鄭欣賞欣賞 這樣 鄭就可以同時擁有江山和美人啦 哈哈哈哈 哼 全鄭和進來殿內 嗨 皇上 鄭公公 鄭登基無奈 需要鞏固我國的地位 你就負責幫鄭和其他國家交好 建立友好的關係 趁機找些珍琴義壽還有 找些列國美人來服侍鄭 現在 鄭正式委派鄭愛卿準備下西洋的大任 建造船隊 挑選熟悉海洋事務的人才 宣揚大明的國威 擴展大明的業務 哈哈哈哈 皇上英明 神明子 1405年6月初 鄭和帶著超過2萬人的船隊 浩浩蕩蕩地向南中國海出發 鄭公公 說說時間過得真是快 不知不覺已經是第三次下西洋了 這次你感覺如何 其實每一次都充滿很多的驚喜 和無數的可能 我都說不定 只可以期待了 航海10天之後 鄭公公 我看到尖城國就在不太遠的地方 我們很快就可以到了 坐了這麼久船 坐到腰骨都痛 終於等到你了 尖城國 當他們下船的時候 看到有500個衛士 又看到一個穿著五彩服 成身五顏綠色的尖城國國王 以及熱烈歡迎他們的尖城國晚 哇 他們穿得這麼有意足風情 這個情景在京城真的沒有機會看到 不過 現在尖城國好像很多仗打 他們會不會打仗的時候 不想砍死我們 船到橋頭自然直 不要怕那麼多事 不如完成了皇上教備我們的任務 國王 我們是奉天子之名遠度貴國 真是多謝國王遠度而認 鄭大人 別這麼說 坐著見面 歡迎來到貴國做客 我們自然會好新招待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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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宮裡面的宴會 國王 我們遠度而來 帶了不少貢品想進貢給貴國 你看看 這些瓷器 絲織品 茶葉 都是中國的聖品 這一點點的心意 望貴國可以接押 好好好 太好了 本王已經生意了很久了 今天終於有幸見到 你帶來的全部東西 本王都非常喜歡 真是憂心了 嗯 不知道你們都喜歡些什麼呢 那 我就用我國的洗角 像額 虎目等做交換 這些全部都是我個數一數二的生產 其實我國的八色都很喜歡 中國的產物 不如我們先貿易協定 這樣又可以促進兩個的經濟和交流 何樂而包圍呢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如此甚好 甚好 不用這麼客氣了 你喜歡什麼就跟本王說 本王全部都給你 借國王的一番好意 神會如實品告給皇上 國王的好客之道 夜深人靜 鄭和睡在床上 他開始回憶起他的童年 1381年的冬天 明朝軍隊攻入混南 當時的鄭和只有十歲 就被人老了入名影 之後被淹 他想起這些陳年救世 不敢唏噓 他自言自語地說 當初我只有十歲就入了工 日直以來 我步步驚心 步步遺形 就是怕有一天 說錯話或者做錯事 而命喪黃泉 人家看我愛表風光無限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其實我只是很想 好像平常人家的男人 和季子拼拼拼拼拼 地過完一生 享受兒女成群的天倫之樂 不要看我現在雖然很威感 但是 難保有一天 我會有任何差錯 而被處死 唉 早點睡了 明天還要和占城國的國王 去打交道 第二天 殿下 其實這次我們來 除了想和貴國交流之外 還希望可以讓貴國和我們聯分 鞏固兩國之間友好的關係 中國一個各方面都很強勁的國家 和他們聯分是百利而無一開的 把外女嫁過去模擬是最好的選擇 咳咳 好建議好建議 就依你所說 聯分啊 全叫三公主過來 嗨 三見父王 三見大明使者 平信 謝父王 美女 這次叫你來就是想把你和明朝的國軍聯分 不知道你怎麼想呢 父王表面上是在問我的意願 但只怕他不容許我的反抗 那倒不如逆來信修 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婚後的日子都應該不會太難過的 女兒感謝父王賜婚 女兒一切聽從父王吩咐 女兒感謝父王賜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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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那你就掃實掃實 隨便和鄭公公一起去大明吧 女兒真是 鄭公公這麼快就要走 真是不捨得你 下次記得你還 謝殿下的熱心招待 貴國的待客之道真是太全面了 夏冠在貴國玩得非常開心 夏冠會如實品告給皇上 有機會自然會再來 不妨告訴你 我女兒年紀還小 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希望鄭公公多多提點一下她 這些是一點點的心意 請你收下 國王不用那麼客氣 夏冠自然會好生招待貴公主 那好吧 有機會請你多多來我這裡 自然 離開了占城國之後 正和一班人來到馬六甲這個地方 鄭公公 前面就是門次家了 好 到岸邊停船之後 我們就在這裡建貨倉 以後就在這裡存放貨物 作為補船灰禍的總站了 正當他們剛剛放好貨物的時候 水手來了和正和緊報一件事 正公公 剛才我打聽到皇上要我們捉拿的陳祖兒 就是這裡附近 我? 既然有人自投羅網 我們又可以再享其成 多好啊 正公公 陳祖兒 外面說要見你 照他進來 正公公 我甘願為你效力 我此話何解 你不是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嗎 你為何要效忠我 正公公 你有所不知的 我其實被那個國王壓制得很慘啊 完全沒有自由 所以希望你可以救我脫離苦海 事後我一定做牛做馬都願意 絕不起異心 接下來的一個時辰 陳祖兒就在這裡說他自己有多慘 說到自己比黑衣更慘 其實就是想讓鄭和知道他是真心的 之後 陳祖兒 大家都是聰明人 就不要再兜圈了 我就直接說啊 只要你保證改過自身 從此不再做黑人爭的海盜 並且解散你的海盜團 我就答應你的條件 這個有什麼難的 我會做到的啦 嗯 如只可教也 那我就期待你的改變 我這裡隨時都歡迎你 謝公公 那小人就先行告退了 鄭公公何出此言 陳祖兒是個身性狡猾的海盜 經常在海上進行搶劫 妨礙雙女的往來 便會真心悔改 只怕他有陰謀 哦 我知道啦 他肯定是想偷襲我們補船 都是要小心為上才好啊 我知道 你不要當我傻啦 我就是要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看看陳祖兒到底有沒有悔改的心 老奸巨劃的陳祖兒又怎會輕易悔改啊 表面上答應了鄭和的勸語 但是其實心裡 就已經暗自盤船號 偷襲補船的計劃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雙船的寒露收了 就只好靠港停泊 於是 陳祖兒就派人打劫補船 但是鄭和組就有預備 就等著陳祖兒跳入圈套 就這樣 他捉拿了陳祖兒 從此 各個國家的商人和市民 都非常感謝鄭和幫他們清除了一大隱患 自此之後 中國也都受到很多個國家的崇拜 和樂役不絕的朝貢 鄭和也都加倍地成為了東南亞的名人 1433年 鄭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 次葬南京牛手山 鄭和偉大而輝煌的一生 就這樣結束 世界徐衣門 葉半詩 世界徐衣門 葉半詩 剛才一息之前大家就聽到一個廣播劇 全部都是一些中學生 中學的朋友製作的 來自香港陪到中學的同學製作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廣播劇 叫做《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來到這個部分 我們每次都請來一位點評的嘉賓 一樣跟以往的集數 我們有香港市學會的總監鄧家就博士Billy 你好 大家好 一路聽的時候很緊張 剛才我聽到這個廣播劇 除了之前我們一路聽到的 譬如故事的推進 歷史史實的表現之外 有一件事我覺得是特別值得拿出來說的 不過我先留下 Billy說了你的意見 稍後我再說我那個 第一件事 我對這班同學 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們很投入去做這個劇 尤其是每一個角色 每一把聲音 你很清楚看到他的感情 不是讀稿的 有演繹 是有演繹 還有是有戲劇的效果 你真的會看 每一段都會有不同的 很引人入性的味道 這個是第一個的印象 其實也都反映了同學仔 在這個演習裡面 其實那種投入 如果他對鄭和不熟悉 或者他的手集是差了一點的話 其實是做不到這個效果 這個一定要讚賞一下 另外這個劇的主線 其實主要是用人為方向 就是鄭和他一生是怎樣的 我們一說鄭和都知道 他的最偉大的事 就是七次下西洋 代表中國 到東南亞的地方 去了解和溝通不同的國家 過往我們都知道 很風光 很多事情 帶了很多的珍寶回來 但這次的劇有少少不同 是嘗試用鄭和的心態去看 皇上叫我去做 其中有一段的 是關於鄭和的心路歷程的一種否白 這個在以往我們講的人物研究裡面 我們很少會直接 由那個人本身的一種心理 例如他會講到 我十歲又怎樣入了工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很風光 但是可能講錯句話都會沒有命 這些感受其實是很直接 讓我們去理解到 這個人物去參與這件偉大的事 他在背後的心情是怎樣 這一組的同學 就是很反映到這一種 我們以往很少用感的角度 同學拿捏到這件事 也加上戲劇的效果 其實很輕易地 讓我們的聽眾 去感受到鄭和是怎樣的呢 至於在劇裡面的故事 其實他說了幾件事情都很快速地 又很輕鬆地已經交代了 包括了為何鄭和要去下西洋 雖然有很多的說法 其中一樣就是提到要鞏固明朝的國基 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就是說其實在尾段提到一個海盜的集團 其實很多人說鄭和的時候是沒有提到的 但這件事其實在原明的時候 其實是一件很關鍵的事 其實透露了原來在我們南海 至東南亞這個地方 經常都有一班海盜 但海盜是怎樣來的呢 雖然鄭和是平定了 雖然後來又再恢復了 但其實那裡是連貫了以前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之後鄭和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後 朝廷去所謂實施海禁 那個海盜一直又延續回 所以當我們讀明朝歷史的時候 我們會聽到有倭寇 後來再去明末的時候 又會有所謂鄭成功的步下 甚至清朝一直有的千海 這些海盜的問題一直到張寶仔 其實幾百年的事 鄭和在這裏 是有一個穿越了時代的角色 他帶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南海幾百年來 這麼多海盜呢 這個也是有些驚喜 沒有想過一個這麼短的劇裡面 其實將一個這麼關鍵 我們講鄭和 以往的事我們知道很多 但是這一部分 就是在這個劇裡面能夠點得出來 同學的認識 以及掌握到那個時代的意義 是的 Billy一次過都已經講了很多意見 其中有一個我和你都相同 就是我發覺一邊聽的時候 最深刻的那一段 就是鄭公公自己 鄭和自己 她去現身說法去講 其實你表面又看我風光 我步步遺形的時候 大家就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暫身的角度 尤其是在我們之前聽了幾集的同學 其他作品 是比較少用這個角度去切入 這件事就立刻令大家很記得 另外就是剛才也講過 就是演繹方面 同學花了很多心思去演繹 尤其是在做一些外國國王的時候 大家聽到口音都是經過一番的設計 雖然有時有些字我都不太聽到 那些歪音 可能一會問同學 究竟她設計這個口音的時候 是參考了東南亞什麼國家的呢 這個都挺有趣的 另外有一件事 剛才也講過 就是最後那個海道 那個段落 除了Billy剛才講的 就是在歷史的意義 和帶出為什麼鄭和 可能其中下西洋的一個重要原因之外 另外就是 看到鄭和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 最後他有說過 其實表面上我就 沒有問題 你來效忠我 OK的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但其實他也是一個心思很細密 也知道對方可能有些奇怪的事情 他也是做好準備 直接捉拿了他 最後 這個一個小小的片段 其實就反映了 這個人物是很立體的 呈現在大家的衣袋前面 你馬上就會覺得 其實歷史的人物不是這麼平面的 不是我們在書裡或者在史料裡 就看到這樣說就是這樣說 而是你通過了一個歷史的研習 資料搜集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演繹角度 甚至是可能會有創意 和一個想像的空間的時候 馬上整個人好像很3D 很立體的 就在你面前出現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有驚喜 是的 所以我們聽到這個劇之後 我就覺得不得了 這班同學應該是否很厲害 很專業 那究竟是否呢 我們稍後回來請他們出來 慢慢跟我們說說他們創作的歷程 今天星期大家聽到的歷史廣播劇 就是香港陪到中學的師生製作 就叫做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來到這一節就請了當中的演繹的同學仔 跟我們聊聊天的 各位同學先打聲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聽到很多人 人強馬壯 很多角色在裡面 我們可以慢慢逐個說 其中有一位就是做一個龐白的角色 這位同學叫什麼名字 我叫譚寶怡 譚寶怡同學 剛才你一直做廣播劇的時候 我發覺你的所謂的佔氣都挺重的 那個龐白的角色其實都挺多對白的 你有什麼感受呢 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的人就不是很厲害 每天在說話這方面 可能說話的噁音都不是很準 在一個要佔這麼多氣氛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會有些壓力 也會感到有些困難 就會經常在想要怎麼說好他 對於說了這麼多話 其實都是感覺到很榮幸 是 那你有沒有花了什麼準備功夫 或者做什麼練習 希望自己演繹 讀的時候會比較詳順 那你會有什麼感受呢 那我又上過網去看鄭和他的心平 之後拿著一份稿 在練習關於咬字的方法 和感情的演繹 可能有些情況要傷心一點 可能有些情況要開心一點 之後盡量有一個感情 而不是只讀稿去演繹出來 嘩 非常之好 譚同學你有這樣的敏感度 和自己會做一些功課 亦都花一些練習時間去演繹 我們剛才可以聽到你的演繹 都非常之稱職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感受 一直做廣播劇 譬如你有沒有份做一個資料搜集 或者有份在劇本的創作方面 其實我是負責幫潘可兒同學 一個寫劇本的職位 我就是幫他協作 然後有時可能給一些寫劇本的意見 以及幫他找一些資料 是關於鄭和的 找資料這件事 就令我更加清楚地知道 鄭和其實他的心平一生是怎樣 可能我們歷史課的老師都說過 其實正史裡面對於鄭和 夏西洋的描述和鄭和其實不是很多 這件事讓我找完之後再讓我去想像一下 其實是可以令到我對於歷史的更加清楚 更加了解到他 謝謝譚同學的分享 剛才說到譚同學也有幫忙在劇本創作方面 在這方面我又問一下 真的是主力創作劇本的那位同學 你又分享一下 究竟在整個歷程裡有什麼感想 這位同學怎麼稱呼你呢 我叫潘可兒 潘同學你好 你是主力做社的那位 是 首先就是譚同學 他先幫我 就是我們一起構思一個大綱 是整套劇怎麼發展 然後他就會找一些資料 我就會篩選 這樣 因為鄭和這段歷史在正史裡面 是不多過三百個字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花了一番功夫 所以都很感謝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團隊 還有大家都願意真的去做事 是的 同學說得非常好 說出了其實不只是一個人的努力 或者兩位同學的努力 而是一個團隊 同心合力去製作 那又跟其他的同學先聊一下 那你們其他人 在劇裡面 你們又擔當什麼角色的呢 每位都說一下 好嗎 我叫張可兒 我就在這部劇裡面擔當鄭和這個角色 鄭和就是你了 你演繹的時候有沒有揣摩他人物性格 或者應該怎樣表達 鄭和是太監來的 我就想了很久 是應該做原本傳統的太監 還是應該… 即是比較自然去做 鄭和是一個中氣十足的人 我們就在想 應該用誰的聲線比較好 那你最終的選擇 為什麼會有這個選擇呢 最終因為 要跟普通的太監造成一個對比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 用一個比較中氣的聲線 是的 因為以往我們看電視劇或電影 很多時候是很典型化的吧 Billy 一說太監、幻官等 通常會演起一把聲 或者演繹得比較陰謠 其實這也未必是合乎歷史的事實 這未必是合乎歷史的事實 因為有很多原因 或者他究竟在哪裡長大 也會有影響 所以同學用了一個新的角度 因為鄭和本身 其實他不是純種看地人 所以這也是一種生榮的嘗試 其他同學說一下你們不同的角色 我是黃仲華 我的角色是公主和水手 你就是公主了 剛才我記得公主出場的時候 都完全在聲音上感受到她的那種 父皇叫到我 難道我可以說不好嗎 雖然對白不是很多 不過令人印象深刻 你演繹得非常好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我本身都不是一個氣質 說話 舉動都像公主的人 其實我本身都挺活潑的 所以其實當初我知道要做公主的時候 我也是挺驚訝的 但最後都去看一下 努力練習一下 最後都如願的 這個劇究竟是誰負責角色分配的呢 聲音的演繹 誰負責 不如你就做正和 你就做公主 誰負責分配的 因為我是造長 所以我會帶領他們一齊開會 談一下誰的角色適合誰 所以我們每選一個角色 不是他似 而是他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比他更加適合 我會帶領他們的角色 嘩!很有盤算 這是非常好的想法 另外還有兩位同學 你們又說說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是黎晏 我是做陳祖兒和其中一個水手 原來陳祖兒是你嗎? 嘩! 你最後那幾句對白很搶 完全聽到你 那個性格是怎樣的 最初你知道要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怎樣去準備 其實我知道他是一個海盜 所以他會努力一點 扮得粗狂一點 還有會奸詐一點 為什麼他在聲音上奸詐一點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有些微微的 那些 嘩! 嘩! 粗豪一點 粗狂一點 另外還有一位同學呢? 大家好 我是黃君亭 我就是扮明成祖 你自己又有什麼感受呢? 一直錄這個廣播劇的時候 或者看到一些對白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知道自己要扮明成祖 第一個反應都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本身說話就不高音了 所以比起女角色 我覺得比較像皇帝 聲音比較鴻厚一點 會適合我 穩重一點 那個感覺都挺好 我發覺這組的同學 真的對於每一位同學的聲音特質 或者他們平時的說話方法 要很了解才可以派角色 派得這麼好 Billy 他們的掌握 劇和要求都很清晰掌握 還有應該是一群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是同學 或者是很朋友的朋友 所以才有這樣的效果 你們是否本身都是很朋友 你們全部都是好朋友 是很朋友 因為當我知道要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我和另一位同學 一起去找我們最朋友的人 一起參加 完全是聽到分別的 大家是一個好朋友的班底 同心協力一起去完成一件事 都非常難得的經驗 待會回來再問同學 也可以請老師說說 在整個過程之中 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還有對於鄭和這個人 完成了這次的廣播劇之後 會不會有其他的看法 或者角度 待會回來再說 除了有香港陪到中學的同學 剛才分享了他們製作 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這個廣播劇的經驗之外 老師都在 陳老師 你好 陳老師 你好 我想問一下老師 在整個廣播劇的製作 或者資料搜集 前期的準備功夫 你的角色是怎樣的 不如這樣吧 趁這個時候 首先我要很感謝大會和電台 給了我們這麼難得 還有這麼好的經驗給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在這次活動裏 我問同學們 每個人都大開眼界 每個人都說是很難忘的經歷 可能這一生裏 可能分分鐘就一次 好了 再說回剛才你問我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要在這裏說 我很欣賞這組的同學 因為其實在整件事裏 我所參與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少 其實他們真的能夠做到自主學習 專題研習 探究的所有我們新高中的精神 是的 由一開始 他們Found 2 就介紹有這樣的活動 因為之前 我們在Found 2的校期 我們也有一次歷史的研習 就是叫做歷史微電影 他們曾經都有經驗 創作劇本 以及製作一些影片 所以我說 也不錯 那就邀請他們參加這個活動 很開心 這組的同學 這組的Found 2 最佳拍檔 由開始到中間 到結束 其實很多時候 我只要吹一兩次 基本上 那些東西就出來了 都吹一兩次就可以了 是的 一兩次就可以了 而且我發覺劇本 我也很滿意 是的 加上他們的演繹也很好 不過剛才我一聽完 加上電台製作 我簡直覺得非常完美 謝謝你 無論氣勢、背景 真是很有電視級 很有電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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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畫面 是的 我們非常感動 所以我對於這次 我覺得是 我很欣賞這群同學 希望以後繼續多些這些機會 剛才阿程老師說的 都挺重要的 Billy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怎樣去培養同學 他們自主學習的興趣 其實教育不是真的教他們 真是知識 一些死的知識 而是一路培養學生 他可以繼續自主去學習 在他整個人生的歷程之中 對於知識的渴求 都會有一個自動自覺的心 去繼續去追求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我們 無論是任何的學科都需要 當然我們回來講歷史科 其實歷史科更加需要 因為歷史是過去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科學的方法 或者實驗去重複 所以很多時候 只是一些我們感覺到 硬性的資料 是很難將它消化 因為時代也很好 我們讀書的年代 又沒有微電影玩 又沒有劇 全部都只是做一些文字的報告 所以現在有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透過一些活動式的方法 還有剛才同學提了兩個字 就是他會想像的 他會有一個想像的空間 歷史是需要多些去想想 究竟以前的人是怎樣的 而這個劇正如我們剛才也提到 他是可以將鄭和的心路歷程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在他的資料裡 你是想像得到 我們一步一驚心的心情 那麼你在劇中 是很明確地表達到出來 我相信同學們也透過這次的機會 對歷史人物或者對歷史事件 又會有一種新的角度和體驗 那又問一下同學先 整個過程完成之後 有沒有影響到你們對鄭和這個人物 和他們周邊發生的事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理解呢 哪位可以先說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們是在書本上學到的 始終書本上不是那麼多東西 而且都要學很多其他的東西 所以教這一部份是比較少的 我們就很有興趣 對這個這麼有影響力的人 就比較有興趣 想探究多些東西 我們就選了這個主題的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 學到更多書本以外的知識 以及加深對這個人的認識 還有剛才Billy也說到 就是那個想像力的創造 以及都是一個代入的張心比己 就是說如果我是她的時候 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困難 我會有什麼選擇呢 或者我的心路歷程 我的反應應該是怎樣 這個是很深刻的 如果用這個方法去學歷史 先問問其他同學 你們有沒有其他的得著呢 做完整個廣播劇 今次這個計劃 有什麼最大的感受呢 大家可以隨便說一下 譬如對於鄭和這個人物 或者其他人物的理解 有什麼不同了呢 我是做陳早已的人 一向在做廣播劇之前 我是不知道有陳早已這個人物的 做完這個劇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有這個人的 還有對歷史的事件都很大的影響 對於鄭和這段歷史也有深了的理解 那有沒有影響到你們對於中國歷史 總括來說的學習的熱情和態度 會更加加深呢 經過今次的經驗之後 更加喜歡這科學習 更加想知道更多其他的歷史人物 其他歷史的時空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在做廣播劇的過程之中 是很開心 還有想要更多探究的感覺 其實我之前對於歷史 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做完這個廣播劇 其實對於歷史的事 是想知道更多 這個已經是最大的得著了 Billy 你好 聽到同學這樣的分享 我們都很安慰 每次我們都說 我們後繼有人 沒錯 希望你們可以將今次的經驗 好好記住 亦都可以延點起你們對於歷史 中國歷史 或者其他歷史的一些探究精神 還有最重要的要記得 就是自主學習的熱情 將會陪伴你們一生一世 多謝今天這麼多位同學和老師的分享 多謝 全聯合會大給你